好,让我们打开手机 找一张我特别为你设计的图片 啊,不见了,这片 好,就看这一张 我因为要容易给它分辨 给你看得出来什么线,什么线,什么线 所以我就把它彩色,画 给它弄上彩鱼石,有颜色 那么看起来就比较容易分得清楚 看得明白 历史的那根,熟字的 我们叫做四叶线 就是说成功线,做什么都成功 做什么事业都有成 所以这条线是至上的 如果你拥有这条线,恭喜你 上面那条打人的,我们说感情线 一开始我已经介绍过感情线 什么是感情线 如果你的感情线是 纯正 无瑕,没有其他 狠狠烈烈的东西 清清楚楚的 也恭喜你 就是说你的嗜好 你的爱好,你的喜怒哀乐 都是正面的 所以这十条很容易和人相处 的一根线 OK 再打横下来 中间那条 我们叫做自费线 我们中国人他们不讲这个 先前那个感情线 粉红色那根叫做天线 那么这根城市的自费线呢 也叫做天人线 中间那个是人 所以你的头脑线 也就是自费线 那么如果你自费线有这么长 有这么粗 这么壮,这么深刻 一目而能了然 那么就是说你的思想是免结的 你所想的东西 都是很道体的 很到位的 很能够设想周到 能够达到你的那种目的 就是说那种 别人想要的什么东东 你都能够 人家说 讲到头 你就能够行为了 人家提一提 你就知道后面的工期 后面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那根 所以你有个很敏锐的头脑 成功的机会 当然肯定是比别人高得多 对吧 再横下来 那个紫色的线 有点弗形的 Curve的一点的 那个我们叫做生命线 长而有力 间接而有能耐 当然是健康 当然是真面 当然是 不会说 退束 那种 所以有了这三根线 先前那条 我们说的生命线 在中国人的算法的名称来说 它叫做地线 天人地 三条线 三条线都齐全 哇 我们叫做三彩线 是相当好 叫做大富大贵的一种掌纹 再加上你有一条成功线 这次的事业线 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一条就是 打那个 像左边带点服装 那个黄色的那条 我们叫做神秘线 也就是说你的灵感线 也就是说你的指界线 也就是说你的第六感线 如果你五条线都一起齐全 都那么的壮丽 那么的勇洽 能够和谐 恭喜你 你真的是大富大贵之人 做官肯定是最高端的那个 做生意肯定是非方疼的 即使在工作方面 你也是很具领导型的那一位 明白吗 那么在我看长多年以来 还从未见过这样的长相 拥有这个长相 肯定的大富大贵 也是世上无双的一个 我们说富贵长 天下无双 OK 请个个like 把我subscribe 订阅 那么我们在下一回的 视频上 再来讨论 谢谢你的到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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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